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Paul 然後我叫陳柏仙 那今天聽到大家很多的自我介紹跟分享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主要我是前面那兩個 因為旅行 大家你看剛剛我去過何個地方旅行 寫作我相信大家在場一定很多人都會寫作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保有清晰可惜的眼睛 那這個我是作為我的作用 因為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來解釋 那我今天要大概會講這幾個主題 第一個是保有清晰可惜的眼睛 再來第二個是選擇自由 再來第三個是以中央為始 第四個是天空 那我後面的三個都是以第一格為backup 然後來跟大家做個解釋 那要怎麼樣保有清晰可惜的眼睛呢 其實我自己的方式是藉由旅行 所以我等一下會稍微跟大家帶到一點旅行的故事 然後跟大家解釋為什麼旅行可以帶給我 就是讓我每天都保有好奇 然後跟每天都充滿活力的去看看這個世界 然後再來就是以中為始跟天空 其實以中為始是我本身我自己在進來實習之後 看到我們的執行長 然後他這句話其實是他講的話 然後我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因為我覺得他這句話我覺得是非常 在我的人生中 因為剛剛在做各位的分享 其實有些人是已經很有目標了 其實有些人可能還在尋找他自己的目標 然後可能你們在這個過程中會迷茫 可能這過程中會動搖 會不知道說我的走正會不斷對不對 那其實以中為始這個概念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如果你在心中保有你自己的一個目標 有一個燈塔 那你照著去做 一定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接下來這幾張照片就是我去年去思路旅行的故事 那因為剛剛宏偉他也有去過思路 只是我的路線跟路線稍微不太一樣 就是我是從西安到敦煌之後 我再從中間的一個城市在包車繞到青海 所以我等於是沒有走完思路的全程 那大家看到這些照片我就先不多說 那等一下我直接講一張照片 那這張照片是月牙犬 就是在敦煌的一個還蠻有名的景點 這照片是我拍的 這照片是我拍的 因為我本身也蠻喜歡攝影 然後剛剛上面的照片也都是我拍的 那我調一張照片跟大家講一下我的故事 OK 好 那這是西安 對我都跳過 因為等一下時間的問題 好 這張照片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張照片呢 抱歉 抱歉 這張照片呢 是在西銘的一個叫阿羅大市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五個森林 那那天呢 我們到那邊只有我一個觀光客 那天說銅車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我很湊巧的剛好碰到一群人 然後一起過去 就是沒有雨色的狀況下 然後到了這個地方 然後呢 因為那個寺廟其實算是一個蠻私人的寺廟 可是我想我進去看看當地的景色 然後就看到這群森林 其實他們年紀都很小 大家可以看到 這幾個 大概都可能 這可能 國小吧 那這可能大概 國中 大概十四十五歲 那我拍完張照片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說 欸 那你們怎麼會來這邊 他們說 他們從小就被送過來了 他們說 其實我剛剛很認同 我剛剛講的 去旅行 可以讓你自己的視野完全的 就是完全的不一樣 你去那邊就是你自己 是過一個新的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你是在看別人怎麼在過生活 他們從小就被送過來 他們沒有開過手機 他們也不知道什麼 有電腦這件事情 那你會當下非常驚訝嗎 這個世界上 竟然有人在公共平心事故 可能竟然連手機跟電腦都不知道 所以 我當過他們說 那你們在那邊會不會無聊 然後他們說不會啊 我每天看著這片山 這片大草原 這過去是一片大草原 他說我非常快樂 所以其實 保有親戚可血眼睛 是每個人都可以有的 只是在於你自己怎麼選擇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寫作 因為我去完旅行 或是說我在生活上一些題目 我會自己把它 用寫作的方式寫下來 那這個地方 是我自己 在我們學校的部落格 然後 也不是部落格 是資家中心的網站 然後有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上去看 然後這是我自己的部落格 如果大家心中可以按讚 雖然才兩百多個讚 對 可是我的文章是以上 我那方是寫的 所以我不是比較沒有評價紀錄的 對 好 接下來的重點 就是以終為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們在你們的葬禮上 你們在你們的葬禮上 你們會希望別人怎麼評價這個人 那這個其實 講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人 對於未來 你想要自己的自我中心 跟自我的價值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自己 對我自己 我自己尋找的 我對於我自己的自我價值 是樂於助人 熱情 對社會有貢獻 值得像 可以值得像我學習的 然後作家 攝影師 跟帶給大家增強力量 那這些東西要怎麼培養呢 其實 這個事情 其實核心概念就是以終為始 我在我的生活中 我會 以我自己尋找到的這些 我對於我自己的自我價值 我會在我生活中去實踐它 譬如說 以對社會有貢獻好了 我現在是個學生 可是我在火車上面 譬如說 大家有用經驗坐過火車 中間很多人擠著嗎 可是有些人提那個行李箱嗎 可是就是沒有人要幫那個人 把行李箱拿上去 幫他塞成一團 所以我每次看到 然後我都會幫忙把那個行李箱拿上去 然後那你就會 真的戴很真誠的眼神 看著你說 謝謝 然後你就會覺得 我就很開心 那一整天 所以其實 這個東西其實是你在生活中 你都可以去實踐的 所以你們要去尋找 跟你們自己做的選擇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我用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 你今天可以選擇過怎麼樣 過一個很充實的人生 你可以選擇過一個很平凡的人生 所以我覺得在座各位 不一定每個人都要創業 因為每個人 不一定都是適合創業的 也不一定每個人都去旅行 因為有些人都會不喜歡 站在家裡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去找你們自己 內心中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 所以今天 大家看到這麼多 其實回去你們要想一下說 你們要怎麼去 找尋你們自己內心 真正想要的 那這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以重為實 當你找到了之後 確認了之後 你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天 都要以你自己的這個理念 去執行這個每件事情 當然 這過程中 你可以不斷地去調整 不斷地去尋找 今天一個好習慣其實是跟那個一樣 對 因為其實一個要成功 還是一個好的習慣 這也是我在進去實習之後 看到我們自己這樣 他有非常多好的習慣 對 好 那接下來這個地方是填空 對 大家剛剛看到非洲這個空白嗎 其實我們人 我們人出生 到這個世界上 其實一開始也是一張空白 那你要怎麼問你的生活 填上什麼東西 大家應該 你們很多都做的事情嘛 對不對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假設你現在是一張空白 你填上了什麼 你們生活中填上了什麼東西 那填上的東西這些都是 這些填上的東西就是 我剛剛就講到的 你們的自我價值 那如果你們填上的東西 假設都是一些 睡覺啊 打樓啊 然後每天就是 婚睡 跑夜店 那可能這就是 你的人的自我價值 可能未來你的別人評價 你就是 你的自我價值 你的價值就是 你的這個人 你的評價就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我生活 我填了什麼東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 是我去今年的實習 就是我在特異集團實習 好 這是我參加TEDX跟CU 然後旅行 然後還有教你台北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 然後這是我寫的論文 那為什麼教你台本那麼小 因為我這個 待會再大家解釋一下 我剛才運動的條碼條大 可是 對 可是我放中間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寫的論文 然後跟我做任何事情 可是其實我還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我們生活中 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空白 不要把它全部填滿 因為你全部填滿之後 你會沒有 不能保有清新可惜的眼睛 你每天填滿的 可能你 有些人 都不就這樣一大塊了 對不對 他可能你都會打電動 所以你要自己去尋找我自己內心中 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最後 我想跟大家再講一下我今天 從旅行中得到的就是 旅行可以讓我保有清新可惜的眼睛 然後再來 以中為時 你必須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麼 然後要在你的生活中 在你的一生中 去管理它 再來 在你的生活中 你的空白 填上 這夢想不要一看 填上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你們要的夢想 是你們自己的夢想 不是別人的夢想 所以你不要看別人創業 哇 我要創業 所以你不要看別人去旅行 我也要旅行 你要自己看 尤其你要吃 你就去研究宇室 如果你喜歡研究那些 很特別的一些 那個 對 逆逆前色 對 就去研究他 不是你嘛 對 然後其他越遠去玩越團 所以其實每個人的生活中 我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每個人的心理 你們都有一顆自己的 屬於自己的背極心 背極心就是由於那邊不會動的 它會在你們的人生中 背景生活中 不斷的引導你 找到你們 滑入清新可惜的眼睛 然後以中為時 謝謝大家